一连串爆炸声响彻云霄 佛州坍塌大楼还没倾倒的部分 在众目睽睽下瞬间瓦解 一围平地掀起大量粉尘 摇摇欲坠的残余围楼 终于在当地时间十点半倒下 两百位救难人员能安心回到瓦砾堆 继续寻找一百多名失联者 才用爆破方式迅速拆除 因为热带风暴正从加勒比海往北扑向佛罗里达 爱尔沙虽然不到飓风威力 但暴雨强风已经造成多米尼加和圣路西亚至少三人死亡 还有18万古巴人逃离家园 回到坍塌事故现场 附近居民担心下一个倒的就是自己家 主打海景第一排的房地产天堂 反而成了居民噩梦 周日当地就有另一栋三层公寓 因为发现结构损坏 13户住家通通得撤离 TVBS新闻终合报导 请大家订阅按赞分享TVBS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